花莲市农会连续多年展开寒冬送暖的行动 17号的上午捐赠现金五万三千元 以及一千两百公斤的新鲜蔬果、米、糕点以及农产加工品 给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与基督教更生团契万荣圆区更新园 让这些弱势家庭倍感温暖 花莲市农会连续多年在农历春节前举办寒冬送暖活动 今年号召了农会员工、家政班员还有许多农民 把义卖商品所得五万三千元 还有小农自家生产的蔬果、米食、手作糕点超过一千两百公斤 1月17号捐赠给花莲县老人及家庭关怀协会 以及基督教更生团契万荣更新园 那我们也透过老家把花莲市农会这一次的捐赠活动 那托给我们老家来进行 那今年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有部分的捐给我们万荣乡 基督教万荣教会的团契的一个更生员 那这个部分 那因为今年我们响应的员工也特别的多 那过去不只是从我们的直销站的农民朋友捐赠他的清果跟蔬菜 那特别的我们的员工也响应 然后捐了百米 每人大概两包到三包 所以我们今年的捐赠的物资也特别的多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税末这个时候 把这些物资然后送到老家 送到更生员这个部分 让这些弱势团体在年前能够得到温暖 花莲县老家协会也十分感谢市农会长年以来的爱心捐助 市农会对我们老家赞助的这些礼品 大概起码有十年了 那特别是像 每年就是在连关之前 他们都会有很多农产品 还有外面很多他们自己采购的物资 透过我们老家来在连接前 转发给这些贫困的老人跟弱势的家庭 所以我们老家对他们非常感谢 那特别在去年六月到十二月 他们每个月还赞助了十个便当 透过我们老家去捐赠给这些需要的老大人们 这批丰盛食用的米粮餐食 将由老家协会的志工们尽快分送到独居老人家中 让长辈们可以温暖过新年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